你大兴早不吃饭拿着行李箱想干什么 你这是要出远门吗 可不是吗 儿子 这不是最近天气好 你张阿姨 李阿姨和孙姨约我一起去上海溜达吗 儿子 你看我穿这件衣服去怎么样 你现在怎么还有心情出去溜达呢 你不知道现在是一个关键期吗 居然还能说走就走 你儿媳妇的预产期就这几天了 你能不能等她坐完月子之后你再出去玩 小伟呀 这可没有办法了 我们都已经订好了 而且票呀 酒店呀 这些都已经订完了 也不能退呀 我要是不去的话 他们该怎么想我 而且这些钱都花了 这些钱也退不了了呀 可是妈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这样一走了之的话 那我老婆生孩子坐月子 谁照顾她 我们公司现在有项目要做 很着急 所以领导根本就不给嫁 怎么的 听你这话的意思就是离开了我 她这个月子还不做了 难道我已经把你给伺候了 我还要再来伺候你的孩子吗 谁没坐过月子 你就告诉蒋莉莉 让她把我的孙女给照顾好就行 妈 现在我老婆马上就要坐月子了 正好是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留下来帮帮她吗 而且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我们没有经验啊 而且妈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你不帮我们的话 那等到你老了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帮你呢 你就不怕那个时候 莉莉不照顾你吗 我怕那个干什么 怎么的 难道除了你之外 我就没有其他的孩子了吗 你别忘了我还有你的弟弟和你的姐姐呢 我可从来没想过要靠他一个外人来给我养老 行了你也别在这跟我俩废话了 现在收拾完行李 我就得赶紧走了 要不然的话都赶不上飞机了 就这样 不管李伟和他妈说什么 他妈都不选择帮忙 没错 财神爷来了 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过去了三年 而他的妈妈也生病住院了 没有办法 他们兄妹三人 只好一起来到医院商量 到底是由谁来照顾自己的母亲 大姐 你说妈的身体好好的 怎么突然之间就住院了呢 这事一出真是让我们措手不及啊 你说我们三个到底怎么来照顾他好的 姐 我看还是你留下来照顾妈吧 现在你在家待着也没有工作 每天除了接送孩子 就剩下做家务了 你的时间最充裕 再说了 妈也最喜欢你 要是你去照顾的话 咱妈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而且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去照顾她的话 我也不会啊 我自己照顾妈那可不行 我哪有时间去照顾她呀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每天要接送孩子上下学 根本就抽不出来时间呢 虽然你们知道妈最心疼我 可是她根本就看不上我老公啊 你忘了 只要每次我老公出现在咱妈面前的时候 哪次不是跟她吵个面红耳赤 而且这次我老公也警告我了 她说咱妈住院的话 让我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的话她就要跟我离婚 小妹说的也是那么个道理 她自己还没有成家呢 属实照顾起妈来不方便 小伟啊 不如就让弟妹去照顾她吧 弟妹的工作也不忙 你俩的孩子 还有你丈母娘帮着照顾她的时间最充足 姐 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回去问一问莉莉吧 但是我不知道莉莉能不能答应 这件事我还得和她好好的商量一下 对啊 哥 咱姐说的对 你就让我嫂子去照顾一下吧 嫂子那个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她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请假 那行吧 你们都这么说了 我就回家和她商量一下 你先别着急走 还有一件事咱们得说清楚 她现在住院了 那这个住院的钱我们怎么分配呢 咱妈退休了 她有一宝 住院的钱的话大概花不了多少 所以我打算给咱妈拿一千块钱 这些钱就让她自己给自己买点营养品 好好的补补身体 那行 既然姐已经拿一千了 我也跟着出一千 要不然这样吧 我看咱们兄弟姐妹三人 每家出一千得了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我得等我的媳妇下班回来了之后 和她好好商量一下 看看她能不能够去照顾妈 行李伟那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我和小妹就先回家了 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再给我俩打电话吧 就这样 妹妹和姐姐离开了医院 而小伟也回到了家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五点 这时莉莉刚下班回到家 小伟就赶紧凑到了她身边 跟她说起了这件事 媳妇啊 有个事我得和你说一下 咱妈今天下午身体不舒服住院了 医生说需要住一段时间 老公啊 你就不要担心了 我们都是吃五穀杂粮的 怎么可能不生病呢 而且就以妈的体格 你放心 过不了两天 她就又能活蹦乱跳的了 她好了之后 她还是会出门旅游的 你就别为她担心了 媳妇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 可是现在咱妈自己一个人 过零零的躺在医院里 有点可怜 顺便连一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到现在都快丑死了 媳妇 你看你能不能和单位 请几天假去照顾一下呢 李伟 你知道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吗 你是她的儿子 照顾她是你 应该尽的义务 我都没有阻拦你 你怎么还能反过来 让我去照顾她呢 她生病和我有什么关系 可是媳妇啊 你说我一个大男人 在医院独自照顾她 多不方便啊 你照顾她方不方便 你和我说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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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